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9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万维网 有一篇文章又讲到了美国的科学家 也就是在西雅图创办的一个公司 著名的医学博士 他叫奎夷和马勒教授 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他们认为科学表明 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泄漏 并呈现了他们的证据 他们使用这个词是泄漏 没有讲这个是生物武器战争 他们写到新冠病毒 具有在天然冠状病毒中 从未观察到的基因足迹 我觉得这篇文章写的 表现的观点比较具体 他怎么讲呢 他说在功能增益研究当中 功能增强 这个在严厉梦这个报告当中 也讲到了 反复强调 这点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 说微生物理学家 可以通过在冠状病毒 基因组的黄金位置 聘接一个特殊的序列 来极大的提高其致命性 这个本身就具有恶意了 这样做不会留下操纵的痕迹 你看很狡猾 还要搞得这么精妙 却改变了病毒的尖峰蛋白 使病毒更容易将其基因物质 引入患者的细胞当中 他说是自从1992年以来 至少有11个单独的实验室 完成在同一个位置 添加一个特殊序列的操作 其最终的结果 都是使病毒具有了超强的感染性 我就很不理解 你说有了钱以后 为什么不能研究的好事 造福于老百姓 却研究什么呢 研究怎么样去增强它的序列 添加一个特殊的序列 使它更伤害别人 这个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我看就是钱多了 这个少的闲得没事 是吧 你看他讲了1992年以来就开始了 而且不禁止中国 说是这里很值得反思 基因组是一个生物体携带的遗传信息 也是一个细胞工厂制造蛋白质的基础 它由三个字母的信息组成 共64个代表20种不同的氨基酸 这篇文章讲的算是比较通俗 像我这样的比较笨 还能看明白 有的我看不懂 有的写的那么多的技术 数语言绕来绕去的 把人都整蒙了 那么专家们认为 他说CGG和CGG的基因组配对 通常是通过所谓的功能增议研究 以提高病毒传播性而出现的 可是在自然的冠状病毒中 从未发现过它 他们认为呢 算CGG组合是一个方便的灯塔 使科学家能够跟踪实验室的 潜入情况 这个奎一博士了不得 他和马勒教授就把这个SARS CGG的配对 称作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灾难性的事实 确实你给它增强的功能 就不灾难性的嘛 对不对 他们写到 人和动物 这个共患疾病起源说的支持者 需要解释 为什么在新冠病毒变异或重组时 碰巧选择了他们最不喜欢的组合 这个霜的CGG 那这个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害人 从一开始就具有这个犯罪的主观故意 这个是非常重要 在确定一个人是否有犯罪行为的时候 要主观上必须是故意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说为什么它复制实验室功能增益 研究人员会做出的选择 这个奎益博士和马勒教授写到 至少 这一事实 冠状病毒以极小的随机可能性 采用了研究人员使用的罕见和不合 自然规律的组合 他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冠状性病毒的起源 主要理论肯定是实验室泄露 你看人家的理论分析多半啊 从目中角度上 只要一直印证了 闫离梦的这个报告 闫离梦本身就是一个证人 站出来挺身而出 检举揭法的这样一个 就堡垒里面的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魁毅博士和马勒教授还认为 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可能是SARS-CoV-2 与引起SARS病毒在和中东呼吸症综合症 冠状病毒的病原体之间的差异 这两种病毒都已被证实具有自然起源 并且他们在人类减传播时被观察到了 在不断进化 直到最具传染性的形势出现 而新冠病毒在2019年12月第一次明显出现 在武汉市显出了超强的感染力 你想人家的表述多么清晰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讲这个道理 这样的早期优化是实无前例的 它表明在其公开传播之前 经过一段很长的适应期 两位专家写道 他们强调呢 就SARS-CoV-2 这个序列的存在是基因聘接的有力证据 而病毒在疫情爆发中缺乏多样性 则表明其受到了功能增益的加速 将来这些东西肯定如果有一天要提交到法庭上 这就是重要的证据了 那么将来我相信 随着这个世界的仿前的推进 这总有一天真相会显示出来 人都是这样嘛 就是说假定这个事的确是生化武器战争的话 那就是人类现在已经在战争当中 而且已经倒下了二三百万人了 美国就是六十万 你想这是一场不血人战的 一个行为 这非常的恶劣的 那当然现在还需要拜登讲到了90天 还要拿出更多的证据 假如达成这个一致 那肯定要问责和索赔了 将来有一天 要对这些制造这场战争的人 他进行问责索赔 甚至审判的话 那这些证据都要呈现出来了 是不是 那当然这还需要这个世界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式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待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